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4月21我生日 不過這不是重點啦 重點是說4月20號應該是開到了89層的妖精迷宮 那第89層的妖精迷宮就會有這個點金石 以目前來說89層應該是第一個紅色的點金石 那再來點金石的話就要到蠻後面的 所以說這個點金石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當然啦現在這個妖精迷宮或是四鏈之柱能打盡量打 因為裡面會有一些這個清和龍技 有了清和龍技目前S3賽季應該差不多可以點到最後一格了 所以說在爬四鏈之塔還有妖精迷宮 多拿一些清和龍技 生那麼一點點混合再加個幾%攻擊力 也許就會影響到排名喔 這麼珍貴的點金石我要用在什麼地方呢 以目前來說啦我現在兩期由中都有課 由中要獲得點金石的話 這一期要到第49才有這個點金石喔 所以說呢真的是還蠻後面的齁 開到49我覺得差不多就是異界探索的時候了 好那就看大家欠什麼東西喔 像我的話呢 這一次的話我覺得運氣不是很好 就是想要的那一種什麼攻擊百分比的鎧甲啊 或是手啊都沒有做到 那但是更欠齁更欠是什麼東西呢 更欠就是重擊率的手套 我覺得每個人狀況不一樣 我的話呢是重擊率的手 竟然我一件都沒有 哇真的是很誇張喔 所以說呢我這邊我要找一個好的重擊率的手套 升上去喔 像這一個的話呢勉強還可以 因為雖然他升到一個防禦 但是呢至少也是重擊傷害嘛 那更完美的應該是攻擊百分比 然後重擊傷害 然後再來一個普通的攻擊喔 像這個手套雖然說也是有重擊傷害跟攻擊 但是他升上去的時候呢 兩次都加到生命值 所以這個手套的話就沒有剛剛那個好喔 那至於說這個的話呢有攻擊百分比 但是呢兩次也是升到防禦 這個也不好 那如果說有看到一些不錯的紅裝 想要升升看的話呢 那就是升個八級把他屬性全開 像這兩個喔 領悟跟禍免 沒關係啊我們來看看齁 升個八級就好花個兩萬塊喔 連個攻擊的屬性都沒有 我完全不行喔 欸這一個齁 有一個攻擊 如果說洗出來是攻擊百分比 跟重擊傷害那就完美了 那就完美了 哇這個 這一次齁 這個裝備我都洗不到好的耶 這一個重擊率試試看齁 如果洗上去呢 他加到了攻擊或是重擊傷害的話呢 也可以 喔 唉唷 這一個還可以喔 一個是攻擊 一個是重擊傷害 這兩個加的不錯喔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有得拼耶 一個是11 一個是17 一個是6跟16 加起來的話呢 這是22 這個是28 所以這個比較好一點點吧 雖然說這個有百分比 防禦力我覺得比較好 但是我要的是攻擊啊 這邊還有一雙手套齁 是攻擊的 看看詞綴是什麼喔 來 欸有攻擊齁 但是沒有重擊傷害 差了一些 好那我們就選擇這一個手套吧 正好都加到攻擊跟重擊傷害喔 OK選定之後呢 再來就是決定他要哪一個紅裝 如果是我的話呢 我覺得其實天空系列呢 都蠻好用的 畢竟兩件有加攻擊跟這個重擊率 因為不管怎麼樣到後期啊 那些主攻擊手啊 都是要撐重擊傷害嘛 那你撐了重擊傷害 你也不可能不撐重擊率啊 所以說天空系列的話 我覺得蠻好用的 再不然的話呢 狂炎者的使命 我覺得這個也可以用 看看哪些角色是吃普通攻擊的 譬如說我們的這個五位角色 又或是S3賽季有一些角色 它是攻擊幾次之後呢 就會觸發一些特效 那那一種就跟普通攻擊有關係喔 不過說那麼多呢 我覺得我還是選擇天空戰吼好了 我覺得有一件裝備呢 可以把我的重擊率直接撐上去 然後呢再配上天空戰吼的這個 重擊率加10% 很容易就把重擊率撐嘛 我覺得這樣子配起來會簡單很多喔 那我就決定選擇天空戰吼囉 我們就給他精煉看看 哎呀這個加到了生命值是不是 然後沒有天天在過年的 再來20級 看看有沒有機會加到攻擊或是重擊傷害 四分之二 哎呀就是一半的機率啦 拜託了 啊水水 啊重擊傷害 這個手套不錯齁 一個攻擊兩個重擊傷害 只是這邊加到生命值的齁 這個手套的話呢 我覺得可以去參加那個什麼歐皇裝備大賽 不過還差的遠啦 我覺得最歐皇的應該就是四次都加到重擊傷害 那個分數是最高的 但那個活動我就沒有要參加了齁 OK那因為這一次呢我已經不小心 呃這一週的三隻boss我已經打完了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因為呃下一週開始就要打四隻boss嘛 所以說呢你如果說已經打完三隻的話呢 你就可以考慮說下一隻boss你要選誰喔 譬如說下一隻boss的話呢 我可能會選擇電喔 這個就是看你自己有什麼英雄了 那雖然說呢你已經不能再打了 不過呢呃這個用過的英雄不能再用 如果假設下一隻boss我要打電的話呢 那我們還是可以在這個地方啊 然後把自己的角色上來練一練 看看可不可以打到兩千兩百萬喔 這一週我選擇是三個嘛 一個是狂野的火 一個是毒的腐蝕 一個是冰爆 那下一週的話呢我可能會選擇電吧 那電的話呢應該是用SE賽季的五位隊喔 像這一次我有抽到這個薩里弗喔 我覺得五位隊應該算是ok的 然後就算沒有這兩個五位的這個傳說角色 你也有像是呃這個紫色的這個角色可以用 譬如說這一個夏特齁 光是這三隻五位我覺得就可以用了 再來補師的話呢或許可以選擇一個梅根齁 當作是一個純補然後呢加威能 那另外一個防禦型的角色 這一個蜘蛛女齁蠻不錯 不過他是傳說的角色 又或是像萬能的雜洛斯齁 就是可以打威能然後又可以補血 再不然的話呢藍角阿德利 讓對方放威能的速度變慢 又或是因為他是毒BOSS 然後呢這個會有很多負面狀態 恩娜來解除也是可以 只是這樣想一想喔 哇這樣子我要練好多角色喔 所以說呢下一週打電的話呢 哇我要練到四隻角色 那會不會有一點點 嗯怎麼講呢吃緊喔 還是說下一週呢我去打暗的BOSS 因為暗的BOSS的話呢 我現在就有一個練好的古恩迪 然後有一個雜洛斯 然後再來一個梅根 這三個 那至於說打高傷的話呢 這一次的暗影吧 這一個我抽到的 然後至於暗影的發動機的話 我看很多打海王的 也會用到這個塔爾迪喔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打打看 OK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啦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見掰掰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